很多的民選手 像那個陳清師 陳清水 圖阿育 他們都是在這邊打球 都是在這邊打球的 那等於說高爾夫球場 這個高爾夫球場是淡水 那最早原高爾夫的源起是來蘇格蘭 那到日據時期的時候 淡水這個地方是我們高爾夫球場的發源地 那所以當時這個地方 當時日本他們的官員也有在這邊打過球 那這裡面大概進去的話 其實他們總共早期的話 1919年只有6個洞 1929年增加變18個洞 然後最全盛時期 是在那個台塑集團黃永在的時候是27個洞 那到85年的時候 後來又收回來9個洞 會道路扣開 9個洞就是現在我們的什麼 砲台公園 然後就收回來9個洞 那目前它這裡是國際標準的一個球場 那它這裡面最漂亮的是第6個洞 可是最難打的呢 第10個洞 那裡面大概我們進去會看到18個洞 有一個大樹 那一棵大樹是在高爾夫球場的 他們的鎮場之寶 那那一棵樹 冬天會光凸凸 當綠油油的時候就是白天最長的時間 那從那一棵樹 你可以去留意它的光影 就可以知道一天它的時程 那帶我們進去的話 那我們大概看見 讓我們到這裡 OK 好 那我們就在那邊去 OK 好 那我們就在那邊去 好